当地时间18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珀斯共同出席澳华侨华人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致辞 约350名来自全澳各界的华侨华人代表参加 李强向广大旅澳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李强表示 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 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十年来 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事实证明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也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期待 我此次访澳同澳方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 感受到澳各界对发展好维护好中澳关系有着共同愿望和真诚期盼 双方一致同意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出发 拓展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李强指出 中国经济任性强 潜能大 活力足 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个经济繁荣发展 更加开放的中国 必将为中澳互利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也将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吕澳华侨华人是澳大利亚多元社会的重要成员 为促进中澳经济文化和民间交往发挥了独特作用 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和支持中澳关系发展 积极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为巩固好发展好中澳关系做出更多贡献 阿尔巴尼斯在致辞中感谢在澳华人 为澳经济社会发展和多元文化繁荣 做出的积极贡献 表示澳中经济高度互补 中国发展让澳大利亚从中受益 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交流 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澳中关系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